三寶堂茶医小教室 哈囉各位 歡迎來到我們今天的三寶堂茶医小教室 然後我們今天想要為各位分享的是 一款來自於 斯里蘭卡的各類伯爵茶 現在我們先為你們示範一下 這個怎麼來沖泡的這個各類伯爵茶 我們今天選的這個沖泡的茶具也很有趣 它是一個很像手沖咖啡 這樣的一個器具在幫我們沖泡 我們這款來自於斯里蘭卡的 各類伯爵紅茶呢 它的等級是FBOP等級 FBOP分別代表是 Flowery Poken Orange Pickup 它含有芽葉 然後也含有一些細碎的紅茶 所以它的滋味是比較濃郁 然後比較芬芳 熱水一下去的時候呢 可以很明顯意見的喔 它的顏色的變化 它極為快速 就表示它萃取的速度是很快的 沖泡的水溫基本上 比滾水下就可以了 不用刻意的降溫 你建議沖泡時間是 我今天用的是1比100 就是350CC的熱水 那我們對的是3.5克的茶葉 時間的話其實基本上 我們抓3分鐘就可以做飲用這樣子 那它的口感上呢 我們剛剛等一下Testing看看 它的香氣呢 跟口感都是應該是要一個很漂亮的曲線 而不是空有香氣沒有喉韻這樣子 一個好的伯爵茶應該是都要有 能夠達到我們這樣很漂亮的風味曲線會比較好 好 那我們現在呢 沖泡的時間已經到了 我們就要直接來做萃取 你會看到它的茶艙的顏色 是非常漂亮的琥珀色 其實在蠻多日本的咖啡手作店都會提供冰紅茶 那它們的冰紅茶你會發現說它的香氣滿特別的 它都是選用這個伯爵茶 它直接熱泡之後做冰塊做冰鎮這樣子 所以它香氣其實瞬間都是保留住的 它有一個很特別的一個香氣是來自於佛手乾 那這個佛手乾油呢 是一個相當非常難得而且昂貴的一種萃取方式 其實要評價一個優質的伯爵紅茶呢 其實很容易的 因為不過就是紅茶它是由佛手乾油跟茶葉混合而成 而這個佛手乾油它有分喔 天然萃取跟化學合成 高級的佛手乾油它的香味濃郁 可是可以呈現高貴的質感 那其中的香味有一點 飲茶一點橘皮的香氣 可是如果是化學合成的佛手乾香料 它的味道就會很嗆鼻 就會少了很多這個橘皮的香味 它跟茶葉的混搭啊 帶有一種優雅然後時尚的感覺 好像有一些做甜點的師傅 很喜歡將這個茶加入是吧 對其實像你坊間很多戚風蛋糕啦 甚至馬德蓮還有什麼雪Q餅 越來越多的人會把這個伯爵茶做它的一個基底 然後把它打碎之後啦 稍微把它加進去他們的點心裡面 增加它的口感跟風味 你也會這樣說 你會這樣說 你也會這樣說 好嗎 你也會這樣說